那局这么烂呢 现在在APEX峰会的期间 竟然有一班人还记得香港 因为我看光传媒 光传媒今天有报导 我看到好像不很多地方有报导 光传媒有报导 就是原来今天美国国会出了报告 是美中经济企安全检讨委员会 他出了报导 在香港那里 他都留了四十多页的蝙蝠 去提及香港 他说香港最重要的国安法案件 又说香港国安法 令到司法制度恶化 又关注到很多东西 你如何规避美国的制裁 可以支援俄罗斯 将那些技术偷运到俄罗斯 那些什么 还有提及强积金的问题 强积金的问题 他也有提及 首先国安法 令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就位于一旦 还有特别关注 国安法令到香港的司法制度恶化 所以就要求 他建议 白宫要根据香港自治法 去制裁那些法官 那其实呢 真的不需要 什麽香港制裁法 其实 问题就是拜登肯不肯做 最后就是建议 你要求白宫写报告 就着 香港人权民主法 香港自治法 即使你当它会立法 的香港制裁法 最后都是坐于 拜登的一念之间 冯同学都有解释过 因为始终你例如外交权力 又或者制裁的这些权力 就本身分散了 那你白宫固自然是可以推 你讲国会固自然可以 做的就是 你用刚才你说的法例 就推拜登就去做事 那同时间我们也都说过 香港制裁法 就是说例如 你Kim Young Jake Sullivan 他们在做的就是 利用国会的力量 那如果大家成功推到的话 那就用国会自行做的先 没所谓的 国会就是在政治上 营造一个力量 营造一个政治压力 因为一向说外交权 就是外交权 这一样的牵涉到外交权 外交权是可以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单位 他有趣说他说的强积金部分 他就提及过一个保诚 保诚不是英国 以前一向听到是英国保诚 他说总部已经切于美国 总部是位于美国 即是他拆遷了去美国 现在你保诚他就当美国了 都竟然听美国 都竟然听特区政府的使唤 就是不让别人拿强积金 他说这个 譬如香港监察之前做的报告 就是说估计有210亿的港元 其实都不够你特区政府 怎样大花童 那当然不是全部给特区政府 你这些钱最多 都会去到那些中概股那里 其实到最终都是没得避 我经常都说 即使是放了下去 那些不知什么世界基金 都好 其实就是在买全世界各地 各地股市插期的中资 他就说现在民主运动 就去到海外发展 而最重要就是说 国安法的影响力 也都因此而 就向外抗张 抗及到海外 除了对八个人去通緝之外 也都提及过日本女学生 亚古自治的女学生 本来是长臂管核 所以他认为 美国国会报告 认为跨境的镇压行为 已经损害到 在美国里面寻求 免受中国打压的 港人人身安全 已经令到美国警惕了 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建议 下次国务院 在香港自治法的定期报告里面 加入海外港人 被他领取抢职金的情况 这一件事也写下去 还要评估中国对司法干预的情况 USCC认为 他可以考虑制裁 限制香港人移民自由的个人 就是入境处 入境处暂时不见他做到什么 是明显的 如果你说 入境处是否会做到什么 会阻止你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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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最惡是国安 建议国会 就做一件事 最多是说 机场塔人 又或者文匯大公 就在拍你戴头 就像周小龙之前 被文匯暴骚扰 其实最后 殊途同归 都是叫你制裁香港的法官 包括 还要包括在终審法院 任职的外籍法官 那这个大件事 即是说 是否那些非常任法官 都要制裁 那些想着 豆腐干身 然后隔不中 其实给你 趁一下 例如我们说 其中一个法官 叫陈维敏 是在制裁名单里面 但我们 陈维敏不是黑社会 不是黑社会 不是黑社会 不是这个什么 腳踢李小龙拳打陈维敏 那个 是 是说有个国安法法官 那他也都判了一宗煽动罪 他自己都跟那个小孩说 如果我判得你太轻的话 被人上诉你更惨 那不如我现在就主创你买 嗯 那个女人来的 是啊 那个女人来的 那个很久了 其实前年的事 已经是 那如果 如果 最后最后 其实 最后都是拜登 他的政治决定 嗯 但是会不会呢 目前的 中美关系的走势来说 似乎 那时候呢 就未治愈 或者这么说 大家都 还有些筹码 可以在结抗 这个可以叫做筹码 但是最后会不会用呢 我也很怀疑 拜登会不会用 是吧 因为 中美关系 不好的时候 才有机会 就变成了助力 中美关系 如果现在是 趋向缓和的话 两年没制裁了 其实 你不可以永远都不制裁 是不是都要开波 所以 其实我 起码我觉得 法官那里一回事 但是 你现在呢 要追加制裁的那些 就是林定国 这些 还有萧澤宜 这些 萧斯江说 入品说 那五位 议员的 妨碍司法公正 我相信 他们几个都开始推 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 是不是 法官来说 其实 我觉得 起码就好像 serial killer 那样 就逐个面 在你这个 开庭之前 47人案开庭之前 因为已经审判了 现在正在等结案陈迟 在第一宗结案陈迟之前 开庭之前的一天 就找三个其中一个 就先制裁了 或者 我觉得起码 你有个先后次在 譬如你制裁法官之前 你制裁了检控官先 周天行 这些 五姑娘 五淑娟 五淑娟 那些 那些 檢控官 那些才是 罪大恶极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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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都被她担惊受怕 那才好玩 你不可以一次过晒 现在的玩法 大家都看到 制裁名单 是避而不用的 是的 到你真的 真的把47人 把林卓廷 他们暴动罪 那些硬硬 就下锅 那才做 我觉得 即美国的取态 就像是这样 嗯 我就建议 是要 就是 一日一灭一个 那样 就好像大屠杀 是吧 以前有什么气 大屠杀 很明显 制裁大屠杀 至少 就算你报不到仇 也会玩到他们 日日 即是 那些法官 家吵屋斃 然后 等他们 有那种张力 那才好玩 你和钟sir做得多节目 你都被他感染了 深存盼望 等他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深不深存盼望啊 就是这个 其实 如果你 你 你是搞不定 我都可以报仇 也好啊 是不是啊 你不要等你自己 本身这班人 喂 就是好像 就是这个 做坏事 不用本 那样 是吧 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呢 为什么中联办 港澳办 特区政府 外交部署 港专员公署 全部 又跟着之后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二十七省同乡会 那些什么同乡会 那些什么同乡会 哇 全部总动员 在那裏 去 去 譴责美国佬制裁呢 因为他们真的害怕 因为 其实现在你没有的 你香港的本 最后来 就是说 骗人有个磕 有个叫 司法独立的一个磕 但是 如果你说 全面制裁法官 或者开一个缺口 找一个出来制裁 看看你同不同 其实 司法独立 这个普通法 这个现在才是 香港里面 剩下来最值钱的东西 嗯 啊 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但是 根据2021年的 那个修订 都不是的了 我们认知的 一直都说 律政司 可以要求 某 某类型的案件 不需要 陪审完 已经是玩完了 玩完了 但是 既然玩完的话 现在就是 埋单的时候 你玩完 不用埋单啊 你玩过 不用埋单啊 你还不断想着 business as usual 銀子照算啊 你 这个世界做坏事 是需要埋单 有报应的 我觉得是 你现在才制裁 我觉得是追加的 现在是 嗯 是吧 喂 你这班人 想着 就是 哇 你上面的特首 顶了制裁就算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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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成了他们的噩梦 以后 以后不是说 只是做这个特首 已经负上很大代价 你想想 香港已经有个移民潮 是会令到 你特区政府 最高层 这些官员 问责官员 国安也好 什么官员也好 你要找精英填上 这些位 已经很困难 如果你说找法官 你都只能够找二流人才 你要不认为 我 不认为